很多人觉得创业就是要先把所有的条件都构思完成 但是也有不少人创业是基于一个冲劲 台湾图文创作者大本营毛毛虫文创 他们就是从做中学逐步壮大到现在的规模 已经成为台湾图文创作者大本营的毛毛虫文创 其实创立之初台湾还很少谈及所谓的文创产业 两位国伴可以说是边做边试而逐步壮大 其实我们那时候做的时候还蛮早 文创两字都还没有很红 而且我们甚至没有听过文创经济 因为我自己不是念艺术相关 所以我可能也没有太了解这块市场 纯粹真的就是以一个对市场观察跟行销去看 本来就只想做一个品牌 做了两年之后我们就成立品牌 然后做了一个官网 然后甚至还有开发一些商品去踹这整个市场 然后就开始有慢慢朋友开始敲玩 就说我有朋友 然后他有在画什么图 但是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运营 就还发现他好像需要有人帮他 所以那时候那个经济人三个字都还没有伸出来 大家只是说可不可以帮他 台湾其实不乏优秀的图文创作 但过去因为多为单打独斗 很难发挥更大的力量 现在有了各方面的专业支援 希望延长图像IP的寿命 宗旨就是希望把这些的图像 他的IP变成品牌化 就是他希望他可以独立走出自己的路 即便有一些原作者 他可能他不能继续再画了 或者是他角色已经红了 他也许还有其他会师可以接手 就像是按三粒偶一 Kitty的会师已经换了好几代了 但Kitty一样很红 他可能活的生命力比人的寿命还要长 所以我们那时候用这样的概念 希望让台湾的角色 他们可以把他的生命周期拉长一点 所以才会一开始成立这个工作室 从当初单程希望延续毛毛虫 这个图像IP的生命 到现在与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合作 未来希望可以积极推广 更多台湾原创的角色IP 创造出更多的能量和价值 记者高清风 林景宇三重采访报导